女人最窩心 女人最窩心 今日我想分享這個窩心陌生 是發生在最近的 我相信很多的聽眾朋友 或是觀眾朋友 有聽我們DBC 三個女人 本边天的朋友,都会知道,我离开了TVB 现在,他们不再是我经理人 为什么会提这件事呢? 因为十几年前,我是TVB 认识了一班很好的同事和很好的朋友 我没想过十几年后,回到这个地方 会和他们重逢,会一起工作 因为最近我要离开公司 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帮我用心去分析问题 他也提醒了一件事,你不要再签经理人 他说,你不如自己做吧 他有什么的话,公司会找你的 不用签经理人,你可以省点钱 我觉得是很窩心的 因为他们真的用心去帮我思考 连一分一毫都帮我省 我觉得这些朋友和同事去哪里找